前面讲过的像无穷回圈 还有像凤回圈 如果你只要跑三次的话 把它加进来 里面其实特别注意 那个kommit跟close 你记得你不要把它放 同一个阶层里面 如果你放这样同一个阶层 它就是每一次音色音吐 然后你就kommit 当然你每一次都kommit也OK 可是其实就效率直径 效率比较差 你是最后一直音色 音色完了一次kommit就好 另外你这边不能把close放里面 不然的话如果你close的话 变成说你只是一次 它close掉后面就不能音色音助 因为有点像你的连线已经断掉了 除非说你再kommit一次 否则的话你就断 所以特别阶层位置很重要 尤其python python其实就是利用这种阶层的概念 取代以前像Java里面的大瓜糊 所以我觉得这也蛮好的 因为以前光看那个大瓜糊 我就觉得一堆大瓜糊 我就觉得看着头与脑上 没有大瓜糊感觉好像突然 整个感觉就畅快很多 我不知道各位没有那种感觉 突然间这个城市变得很简化很多 而且那个因为大瓜糊 它站一行 你可以一堆 你看马上感觉有点波云见日的感觉 有点 所以这地方光看就觉得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 你的缩排位置 这个也蛮重要 因为很多人常常就是那个 缩排block位置不对 那就会造成城市执行的错误 放里面是内部的算执行 就是在回圈里面会被执行到 但是放外面就不会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执行三次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 我把它执行 当然一样 三次的话就第一次 请输入电话号码 所以我随输一个简单一点 我不要输入全部 0 再来就 不过它这个有一个 这个bug 这个可以略过好了 OK 假设输入三次了 Enter 没有了 它就不会有 因为0 1 2 3就停掉了 它就不会继续跑 所以未来如果你要指出 让它执行三次的话 就这样写 所以回圈其实基本上 的使用 这个巧妙的点 恐怕都要掌握得很好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这个回圈还是搞不起 不是那么熟 那你当然你对于不同的逻辑 你就写出 就可能没办法写出 我们要的那个样子 特别注意 所以不断跑 跑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停掉 那就快回圈 跑固定几次的话 你就用for回圈 那不管哪个语言 其实都一样 OK 一定会有for回圈 快回圈 你不要以为 就只有拍摄这样写 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写 没有什么差别 OK 只是说你那个语法 稍微把它改一下就好了 这样的话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资料基本上 就在哪里呢 Seqlite Browser里面 然后把它开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 老师每次都这样开 有点麻烦 而且还要把它点下去 然后再看到 没错 所以刚刚我们输入的东西 都在这里 也就是说 在一个database里面 所以这个database 就是这一个 然后在他的table02里面 会有两个栏位 这两个栏位里面就放 刚刚我输入这六 这个三个资料 OK 所以他的这个逻辑 大体上就这样 资料库 资料表 然后输入里面的资料 一直往下 但是有个缺点 有个麻烦地方 就是说 那如果每一次 我都要开Seqlite Browser 不是很麻烦 那你们有什么方式 不要经过Seqlite Browser OK 然后把它关掉好了 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叫做slate语法 那slate语法特别重要 因为slate 把它切过来给各位看 slate的话 你可以写成这样 我执行给各位看 就是呢 我如果说要把结果 给显示出来的话 我可以写 如果不开 Seqlite Browser的话 我可以 另外再开一个叫 cursor 底线slate好了 我这边module名称取这样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跟刚刚这个城市 有哪些差别 其实大体上 城市 差异性不大 前面三行都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前面三行 先复制 贴过来 前面三行都一样 那再来的话 第四行以后 其实 也差异性不大 其实或者你前面这两行 就是第五跟第六 你一样可以把它贴过来 但是你可能改一下 假如我这边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呢 把它贴 也是要贴到这两行 但是呢 你可能要改 改哪个地方 第一个 这个地方 把它改成双一号 这Seqlite 我把它重新变成空的 里面的话呢 把它清掉 那我的语法的话 基本上就是 给它什么呢 给它叫 就是用Seqlite语法 把资料给查出来 Seqlite语法 配备注意哦 它的语法 开头一定是Seqlite 空一格之后的话 然后接下来 它会问你就是哪一个table 还有哪一些栏位 所以第一个的话 Seqlite 它会先问你哪一些栏位 那如果栏位有两个 或多个的话 你可以用信号代替 Seqlite所有的栏位 后面加一个from from就是说从哪一个资料表里面帮我把哪些栏位带出来 OK 所以我们从那个table02里面帮我把这个资料表里面的所有栏位 当然为了如果你只要一个栏位你就输入一个栏位 OK 或者哪几个栏位你也可以指定 接下来的话你就把这个叙述怎么样 丢给Cursor去Seqlite它 OK 但是特别注意哦 这边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那你查完之后怎么办 特别注意哦 跟前面Esset into 因为Esset into只是说把资料写到资料库里面 它不用return东西回来 那slite不一样slite是我给你一个讯息 请你帮我查所有的资料 这个时候怎么样 它帮你查完了 查完之后会怎么样 会丢回来给你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怎么丢回来给你 它execute之后 其得前面你要去接它哦 跟那个Esset into最大不一样是说 你要接的话 请你再增加一个所谓的褐蛇物件 OK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啦 如果用褐蛇物件接的话 最好是用com物件去执行 OK 用那个资料库物件去execute它 execute之后呢 跟那个资料 其实用com物件跟褐蛇物件它都有execute 也都可以执行sqmin都没有问题 不过我习惯这样写 然后把这个叙述呢丢给资料库 然后查完之后呢 它会把结果怎么样 丢回来给一个叫做所谓的褐蛇物件 OK 那这个cursor物件的话呢 里面就是一个虚拟的表格啦 不过这个表格里面就是我们刚刚那三笔资料 上面没有栏位名称 所以呢栏位名称怎么办呢 变成你要自己去把它产生 所以我底下呢又增加了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的话是一个编号 然后呢一个tab后面一栏就电话 再来的话呢我就把什么 把cursor里面所有东西用for回圈for each 把in这个cursor里面的所有东西一个一个帮我把它搬到哪里呢 搬到row里面 所以特别是有刚刚搬回来东西他为什么 就两个栏位嘛 三笔资料 第一个1、2、3 后面就是他的电话号码 他就先带一个这个 这两个先丢给row 所以row0 跟row1 row0跟row1 就分别怎么样 把它显示出来 分别的一个、两个、三个 所以print出来的结果就长这样子 OK那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利用那个 这个insert into跑那个三笔资料 跑完之后也许你可以用ciclite browser先看一下 但是未来如果你要一劳容易的话 我是建议你就用slay语法 slay语法跟刚刚最大的差别 实际上大概主要应该是这个地方 看目前sq之后 丢回来然后执行 这样跑一下 确定一下 OK应该没问题 主要是这个地方 就是他会执行 结果要丢回来 他要接到 并且帮我把这里面的资料 跑一个回圈 把它列出到底下 OK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新增另外就查询 其实在那个slay语法里面 最重要的不外物就是这两个 删除跟修改 当然也重要 不过我觉得重要性 还有用到的几率 其实没有新增跟查询来得多 所以重要性来看 新增跟查询应该是摆在前两位 一般好像用来用去 用最多的 应该是看起来查询好像最多 当然查询不是只能把所有资料查出来 你后面其实还可以加一些其他的叙述 包含就是说你可以用什么呢 会有哪一个栏位 然后它大于等于小于 你可以比对 栏位里面 它的编号是多少 比如大于小于10 小于等于10 就是1到10号 都帮我列出来的话 它也可以帮你用条件式的叙述方式 帮你把资料找到 查询部分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把刚刚新增三笔 再利用那个slate from slate所有栏位from哪个table 把资料再全部带出来 试试看